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真的一个问题 你能够对他一个恭敬心 说明那真的你很有修养 但是如果你真的 还有一个厌恨的心 讨厌的心 那你对三宝的恭敬 那都是不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修行 念佛这一句 真的很容易念起来 但是有时候做起来不容易 所以中风果是从这个地方 用这个问训合掌 教我们来做什么 对一切众生要恭敬 看到一切众生 如同看到阿弥陀佛一样 那种心来恭敬 那真的不容易了 那是不是我该怎么办呢 我对他都没办法 升起那个恭敬心 那没办法 那你要慢慢学 说实在的 像这个道理 中风果是知道 我们这个众生有这个的毛病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化解这个问题 那我们将来往生西方 会成一个问题了 变成我们的障碍 所以从这一句话 中风果是的用意是什么呢 教我们不要跟人家解恶缘 你跟人家解恶缘 奄奄相报 没完没了的 将来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那就完了 没关系 当做什么 我劝他 还给他 但是那个心有时候放不下 不要说我们自己 我们看到别人 像师父有一次看到 有一个老人家 拿着水 那个水桶很大 拿着老人家 要到那个22楼的 坐电梯 突然间有一个女居士 把他挡住 不可以的给他进去的 你看到这样的情形 你心会抱怨吗 不满吗 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会生气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 有时候自己都说不了 何况自己遇到的 人对你的伤害 人对你的批评 人对你的种种的 不断的伤害 你还会对他的公敬心吗 不可能的 所以中风果实 从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 你要落实 用什么呢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因为我们要发愿往生净土 你能够落实 就好像尊重十方 还有尊重阿弥陀佛 那说明呢 那你的修养非常好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看看你的家 你这一生 有没有遇到那些厌家对头的 深仇大恨的那些人 你跟他说 对不起 过去可能做坏事 不小心得罪你 阿弥陀佛 那你真的不得了了 真的 中风果实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 一切都要放下 因为这些众生 都是每一个跟阿弥陀佛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因为阿弥陀佛要度他们的 你跟他们结恶缘 等于跟阿弥陀佛结恶缘 那我们念佛怎么能够成就 念佛怎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呢 因为这些众生 阿弥陀佛都会忽念的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常常讲 做人吃亏一点没关系 老老实实 安安分分 傻傻的没关系 傻傻有傻傻的福气 所以有人骂你 批评 侮辱你 怎么样 我说实在的 真的 不要想太多了 该还了就还 要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过生活呢 你这样厌恨 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烦恼 你不出病才怪 对不对 我们今天学佛 就是教我们这个道理 所以中方果实告诉我们 低头合掌摆欲豪 道理就是这样 你能够这样修 下面中方果实就告诉我们 什么呢 心明日理 这个是一句比喻 比喻什么呢 我们的心开朗了 我的整个心就明朗了 就是明了了 明白这个道理 忽然地开悟 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跟一切众生 不要结恶缘 你整个心就像什么 立日中天一样 那整个天气 你看澳洲 天气好的时候 整一片的天空 都是蓝色的 这么好看 你那个心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天天计较 为了这个事情起烦恼 你的心是像什么 像我们这个澳洲 两个星期前不是天天下雨吗 那个晕天一样 闷闷不乐 我的很痛苦 我的很不开心 天天想着那个问题 计较那个事情 一句阿弥陀佛忘了干干净净的 你能够这样修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漫天心门一样 这个就是比喻什么呢 你的心态 所以在这个禁忌当中 我们要去转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一句 低头合掌摆玉好 心明日历 是讲什么呢 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礼敬诸佛这一种的行持 礼敬诸佛就是礼敬一切众生 你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 处事待人觉悟 你整个心就明了了 明了什么呢 明了你的心跟阿弥陀佛 我逐渐的 逐渐的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的心 永远都是这样 阿弥陀佛的心永远就是这样的慈悲 永远就是这样的开朗 永远就是这样的欢喜 对一切众生都是一种欢喜的心态 对一切众生都是用一种慈悲的心态 来看待一切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这一种的心 都是永远就是这样的 用这种恭敬的心态 走到哪里都是来恭敬一切众生 这个教授什么 低头合掌百欲好心明日历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讲 教你要天天过得快乐了 教你要天天过得开心一点 有什么事情能够开开 看开一点 那就看开一点 因为这个人生才短处了 太短了 你看你天天过得烦恼 一刹那时间无常来连了 那怎么办 中风果实就教我们这个道理 所以回到家 好 记得 看到不喜欢的人 阿弥陀佛 看到讨厌的人 阿弥陀佛 算了啦 不要去想 过去就过去了 未来就未来 活在当下 就对了 好 我们看下面 歌勇 赞扬 紫金融 紫金融是比喻的 比喻阿弥陀佛的身相 三十二相之一 像五亮说经 为我们说明阿弥陀佛的身相是什么呢 执摩 真金色心 就是色身 这是阿弥陀佛的身体 都是金刚不坏身的 都是金刚不坏身的 你是阿弥陀佛三十二相之一 这个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有这个身体永远不坏的 省很多事 不用看医生 也不用吃药 真的 那个看医生很麻烦 说实在的 昨天师父 到那个诊所 去拿那个胃药 因为我的那个胃药已经吃完了 那个胀气的 很难受 我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大白长龙排队 好可怜